嘩 骨頭 OK 開了 開了 HELLO 那就是玩具TV 我沒有子龍那種子龍式開場 玩具TV 很有氣勢 第七季第十二集 德哥又會說 還沒收拾 阿嘉不知道說什麼 第二部分 這次就是講 很多香港朋友 或者英聯邦朋友都會認識 就是王家御林軍 這是去旅行的其中一個景點 對 有沒有親身去過 沒有這個緣分 有機會的 應該這麼年輕 有很多機會 這個DIT產品比較特別 為什麼我們看到有機牌 還有兩個頭 就是它本身出了兩款AB version 之外你可以選擇兩個頭 第一個 自己看 一個很出名的英國人頭 二次的某人 二次某影星 對 兩款頭就不選 就是AB version 而每個Version 開心了 都有五套的 不同部隊的裝備 為什麼 因為熟悉的英國英軍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這個 Live Guard 不是救生員 這個Live Guard 其實就是英國皇室的皇帝 我們稱呼 近衛部隊 他由五個部隊組成 哪五個部隊 你知道嗎? Kaka 不認識 其實我也不認識 因為 因為要做主持 關係 我們都做了一些準備 現在穿著這個 就是 你右邊有藍色羽毛仔 我們叫做Prumb 其實就是Irish Guards 就是愛爾蘭的部隊 另外你看到我們四個卡紙 一個卡紙 很漂亮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其實是那些樓 Color shoulder board 袖口樓 以及前面的樓 就是不同的五個部隊 哪一部部隊呢? 有Grenader 以seniority來說 先說 Grenader就是雜彈兵 就是拿破雷時代的雜彈兵 第二個是Cold Stream 原來是中文易冷溪 是一個地方 是一個蘇格蘭的地方 第三部隊呢 又是Scot 不過就是Scots 第四部隊呢 就是Irish 就是這個 第五個就是威爾薯 就是威爾薯 威爾薯呢 其實很多時候 好像我們的威爾薯公爵 那時候的英國王世紀為人 這個我不熟悉 很多專家在看 我都不擺一門龍虎 那麼 很多朋友在問 怎麼處理的呢? 你看到呢 這個Plumb 這個羽毛 就不同顏色 就是每個部隊都不同顏色的 那Grenadar呢 就是白色的 這個不是威爾薯部隊 就是八六八 八六八的 對了 你會發現那些 Color Tab Solar Board 全部都不同的 那麼 這十粒有什麼來的呢? 一會兒會慢慢分解 好 這個是什麼呢? 看看先 Scots Scots 你會發現呢 這裡不是漏入了羽毛 它的制式是沒有羽毛的 哦 不是漏入了 是真的沒有的 大家可以上圍機 就看到了 是沒有羽毛的 對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Grenadar Grenadar 這個應該是一個 他計五個部隊裡面 善能力最高 我不知道什麼 善能力 你看他的Solar Board 是有一個 厲害的 是有黃昏的 是威猛一點 這個是最高級的 那就是Grenadar 白色羽毛 好 第四個介紹的是什麼呢? Cold Stream 就是冷溪 蘇格蘭部隊其中一個 就是紅色羽毛 好 而身上穿著這個呢 就是Iris 藍色羽毛 還有 他們的羽毛 不是全部插在右邊的 好可愛 你怎麼記呢? 左右左右 即是 Grenadar 就放在左邊的白色羽毛 Cold Stream 就是右邊紅色羽毛 Scots 就沒有羽毛 這個呢 Iris 就是藍色 右邊羽毛 另外Walsh 即是威爾樹部隊 就是Walsh Walsh Walsh OK Walsh 就是 左邊的 兩邊就 就是合起來 兩左兩右 因為沒有 他們不同部隊 是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也不是 全部都是 有歷史問題 大家都是站崗 其實他們曾經都落過戰場打的 但是呢 後期他們每一隊都升格了 做一些叫做皇室的近衛軍 再有沒有在戰場上有戰職 其實我據我理解是有的 都還有打仗的 因為其中有一個部隊 不知道是 Scots 還是Iris 其實很多是散兵來的 你做得散兵 你沒理由不打仗 應該是 二次大戰打很多客 那些樓的排法 你會見呢 其實這一隻可能我們錯了 這一隻 正面前排的樓 可能我們錯了 因為 剛才我們運送過程 因為搖了 原來樓是這樣的 希望我手 可以動過來了 看到嗎 又要玩的 有魔術的嗎 對 因為它其實是攝石樓來的 那 因為其實它五個部隊的樓的排法 都不相同的 那它為了你一個產品 可以玩到五個部隊的裝飾 你就可以自由地排回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樓 我們碎而已 排得不直線 以及排到一些疏了 那可能呢 那些專家看到呢 有可能呢 我們是 有可能我們什麼 我們排錯都不頂 所以呢 暫時大家不要當真 那其實呢 你上網看他們官方 或者是自己拆為基介碼 都會見到 樓的排法是很不同的 但它很有心思 做磁石樓 而且我本身以為 那些樓本身是合金來的 但不是的 原來它呢 是那個樓後面 這裡做了一粒很細磁石 黏進去的 阿嘉你可以幫我們玩一下 這塊是用來做什麼的 紅絲這塊其實是袖的位置 在手袖 前面這個位置 其實是魔術貼來的 看著 這一塊已經不是手袖 抱歉 你對 背面 這一塊 這塊 這一塊 這一塊是屁股的位置 其實每隊部隊 都有它不同的間距和排法 所以大家要看一些書說明之後才做 即是以前的禮服 對 尤其是英國那邊很講究 樓的間距也有不同的 樓的間距也有不同的 他很過癮 他這個魔術貼 又可以實現的 警察說 撕柴 你撕柴 阿嘉你撕柴吧 沒錯 而且我看到他握這個步槍的時候 有左右之左 有講究的 有些是左邊 有些是右邊 可能是不同部隊 我猜一下 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沙展級以上有 哪一邊 我不知道 這個要問一下熟悉英軍 其實香港有一群英軍同好會的朋友 其實之前都 邀請過 可能他們拍酒 沒有來 唯有我們這些 很普通的 不是專家的人 就先頂著當 有左邊 剛剛看的照片是左邊 沒錯 如果那些窗是甚麼窗 認識英軍的朋友 或者是玩二戰 或者是現代朋友都知道 這支 現在英國現代 現役裏面最常用的 基本的Riffle 即是裝備 就是這支SA-80 又或者有人叫LA-85 通常英國是叫LA-85 可能英聯邦國家就叫另一個名字 可能我又錯了 你又錯了 叫正我 LA-85 SA-82 有A-123 應該最新就是A-133 當然 現在這一支 那是不是A-133 我不確定 但是這支窗 原來是套了一個 製造的袋子 為甚麼呢 和平之窗 我想是保養著這支窗 因為那支窗 其實平時根本不會用的 還有阿祝你實識 這支窗 如果這支窗孔 入了東西的塵 是否會壞的 會影響那個性能 那些窗孔 那些窗孔 那些窗孔有些窗孔 入塵是不會的 不過這支窗孔你根本都不用 有甚麼吐著 有時下雨 是 入水 但他又不吐過窗咀 這個問題 隨時可能真的要用 隨時可能真的要用 他這邊這個是Scope 這個肯定是包住Scope 是 所以這些窗孔是常用的 沒試過 不知道可不可以移到甚麼 應該都可以的 我常看 我以為他們真的是 那些旅遊景點 給你們看 我以為他會拿那些舊式窗 你不可以走過去 阻礙他 他有權撞開你 有些影片拍過 有些遊戲 有些遊戲 就是很多時候 站在那邊 他真的一夜靜開你 對 還有他們本身的地位是高的 在軍隊裏面 不是一些泛泛之輩 即是戰績標柄 所以他們有他們一些 他們自己的階級上的尊嚴 另外這頂帽子 他就很多人不要說 這頂帽子 知不知道是甚麼材料 裡面是不是放了那些水 他們口渴的時候有 好像看不到看甚麼 絕對放了那些500ml 對 放了那些水頂在裡面 可能有個麵包 三文字 現在看到很漂亮 沒有紅 沒有紅 沒錯 就是紅 紅有關的 現在應該是不行的 他需要捉一些野生的黑熊 黑熊 你看他沒有啡色的 全部都是黑色 純黑色很漂亮 就要捉一些野生的黑熊 那些是紅的皮 就做這頂帽子 是啊 所以 他自己親手去打 我想也不是 如果入伍的條件 就是你要打低 對 就是這樣 但如果跟你朋友 那隻紅可以做到別頂帽子 你幫忙打壓架 我頂帽子你幫忙 那可能就是 剩下一些就有其他用途 大家的應用證明 類似的 也是 其實有點意義 當然我想親手打就不知道 但是 當時就是 這些紅皮帽的部隊 他也是比較厲害的 通常是紮膽兵 紮膽兵 紮膽兵 紮膽兵才會戴這種帽子 就是拿破崙時代 因為紮膽兵的意思是 他拿著一些像Granet的物件 不是現代的收樓彈 就衝去前線 真的炸人 那他裝在頭裡面 人家就不知道 他玩玩 他就揹著很多裝備 那我聽說 紅毛真的是一個 Prestige 一個很特殊 階級的象徵 現在好像說不行了 應該沒有了 因為是被打的 黑熊 就是一些受保護動物 他只是守著這些黃色的人 才會用 就是帶一些帽子 所以很難找的 所以其實他們是很威風的 他現在是用一些 代用品 人造物來做的 好像這些也是 可能會用同一種材料 不過他的形狀 我記得真的帽子 他的形狀是長身高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寬 可能他的毛毛爆開了 是啊 那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那他是不是夏天帶著這頂帽子 是啊 你看到這個樣子 就是夏天陸 不過是英國 夏天不會很熱 是啊 還有一條 那條 Helmut Trap 是不是 就帶在下巴的位置 枯住下巴 就不會全部拔下來 這個是他們的習慣 或者禮儀 就這樣戴 古奇怪 這個鹿本身是很怪的 這些你看到17世紀 16幾年那個年代 之後的南柯倫的年代 都是用這種裝飾 很講究的 這個是唯一的figure 大家不會在這裏討論 它的可動性 正常一般figure 那可以留意 因為真人都不可動 真人都不可動 你可以換個Yelling Hat 就是喵著 中間放個遊蝦在那裏 是啊 應該可以重組那個鏡頭 是啊 其實我很喜歡它 很多合金的東西都很漂亮 就是一來是這些鈕 或者是一些皮帶扣 這些皮帶扣 它合金完之後 即是這些做了合金之後 它裏面又曬了一個紋在上面 其實這些很漂亮 我以為這支槍是合金造的 這個就沒有 他們的二戰產品是合金造的 但是這一支是沒有的 那 我還寫了556的 NATLE的紙牌 這個可以用NATLE紙牌 口徑那個 這個 太槍身的名字 公司的名字 應該不會弄得上去 應該是 好像他們的真鞋 應該是省得很亮的 這對就是 真是製造的衣服 即是真的 皮帶 公司用假皮 但是據聞他們 一直都是用真皮 這個應該是七皮 對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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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剛才看它粗糙的時候 看不到 這條線有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很現代的 傳統禮服 應該是有一條線 尤其是我們的禮服 香港 它令我想起那些 演奏會的指揮 是否叫Piping 或者叫Piping 對 Piping 現在比較隆重的場合 都會穿這種西褲 好了 我們介紹一下 這隻就是兩個Version AB 任假不同頭 至於 我拿一支匕首出來 這是什麼匕首來的 我經常都很想看 好啊好啊 是否可以插進那支窗 我們還沒試過 是呀 這個包住了 似乎可以 不知道 真的嗎 好像可能 應該可以 因為它歪的 它特意撞了 似乎可以 真的可以 很厲害 為什麼它的匕首是歪的 因為它的窗管在這裏 還可以開窗 還可以開窗 不是吧 它通常 你看看 很殘忍的 那個窗 那個窗嘴 是呀 近距離就像敵人 應該是這樣的 向上 應該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會知道 它很熟悉窗 至於為什麼大家沒有問 我可以開一段影片 講一小時 這支窗的設計 是呀 為什麼就沒有問 這是一個秘密 為什麼蛋夾會放在後面呢 是呀 這都是你在裡面坐的時候學的 哈哈 哈哈 我就不會做這些窗 當然是窗廠 還有匪徒通常是用AK的 我也是匪徒 不是說笑而已 好 這裡講了這麼多 有沒有補充就沒有 沒有了 還沒講一個耕廷 這個耕廷 這個耕廷是紙材來的 是一個盒子來的 是紙材 是紙材 分開賣 我分開賣 我以為是包裝商 但是紙材是很輕的 而且成本會比較低 所以應該不會太貴 但是顯示器很棒 其實這樣顯示器最棒 我先把插進去 我先把插進去 還可以 我以為是包裝盒 我以為是包裝盒 順便包起來 可以這樣擺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他的包裝盒 這樣做 分開賣 有一給Mr.Bean的朋友 就可以一起玩 沒錯 沒錯 好 那我們到這裡 好嗎 好 回來 還有一些神秘的東西 我們要先看一看 是不是要等下阿迪 是的 等下阿迪叔 或者中間有其他節目 好 稍後見 拜拜